字幕提供 各位大家好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SMP 勇者特質隊特質勇者死給 對我衝的就是這麼貴貴的價錢 因為被7這麼一插隊 我們的貨不知道被扣到什麼時候才會出 那又很想玩 只好先買了 那買這個時完你最好三盒一起買就會送這個特點 那看起來質感相當的不錯 也有這個金邊的材質啊 但是一般的小賣店會有這個特點嗎 真的是不好說 但是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只是要玩這個合體模型而已啦 首先看一下這個凱因號 它是340的列車 跟雷霆達剛號的雙腳應該是同一台列車吧 看一下它的車頭非常的帥 是車窗跟車燈都是貼紙補色 除了黑色的車窗 也有藍色的車窗貼紙可以選擇 那它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動畫設置稿 火車的車窗是藍色的 但是合體後車窗又莫名神妙變成黑色 而且它一整排鬼影掉了 底盤其實收納的非常的飽滿 因為所有的零件都擠在一起的 背後就是收納的拳頭啦 這個拳頭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小 那跟DX版凱因的列車實態 擺在一起比較一下 那造型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SMP做的比較短小一點 而且也沒有車輪 DX版的有車輪 那我們要變成凱因知識人生態的時候呢 首先你要把勇者之光車的這個雙腳把它打開來 那裡面就會有這個灰色的零件 它到時候是要裝到凱因的左右的小腿 那你要先裝上去也可以啦 凱因變身 而且,好緊張 完成凱因號十個月 那他真的是非常的小隻 那雖然大家都罵他 為什麼下半身做得那麼偷懶 大腿跟小腿不能分開來 但是實際上你拿上手中 他真的是非常小隻 你只會覺得他非常的精緻 我覺得這個省省 你還要要求他的腿一定要分開來 真的是太勉強了 那最少變形那個就不用說了 因為他的價位就擺在那裡 那這個凱因號他有多少呢 他比擁著子力的達庫法亞還要小 大約是一半的身高 你拿到手上的時候 你真的會喊真香 因為真的非常的精緻 那大部分會罵的人 是因為他們都還沒玩到啦 所以才會這個樣子 那背後就是稍微空掉的地方 沒有蓋板折住 是有點可惜啦 照理說應該還要再折下去啦 但是我會覺得還可以接受 我是覺得凱因這麼小的尺寸 你要做到設定櫥上的造型 真的是太勉強了 但是沒關係可以是蠻好微笑的 因為好微笑的比較大隻 也比較還原這個造型啦 那看一下這個凱因的頭雕 真的是非常的精緻 那我眼睛有點不太好 所以也看不舒格 所以啦 那他的眼睛應該是沒有塗顏色啦 那他的頭是可以左右的旋轉 非常的迷你 小心一點 那我這邊筋板的貼紙 是有點扣道的 有點可惜啦 手臂可以360度的旋轉 手肘彎曲 那他的拳頭可以旋轉 而且他非常的小顆 很容易用不見 所以他有送兩個拳頭的備用零件啊 不要當成框架丟掉了 他還有一把凱因手下 那這個零件就稍微大了一點點 跟拳頭是連在一起的 那你要替換的時候 就是把這個小拳頭拔掉 那你的拳頭很有可能會 不見 因為太小了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的拳頭 督進去啊 凱因 拿手手槍 沒有啦 我沒有說過這個台詞啦 其實還不錯欸 越真的非常的精緻喔 很小台啦 那他的腰就是一塊藍色的蓋板 還有紅色的貼紙 那他的屍蓋 這兩塊藍色的地方也是貼紙 而且很容易扣到 腳底板非常的小 可以稍微的彎折 那我本來很深賞這個創意 就是小腿的蓋板 把它打開藍之後 轉個角度就是大合體的手臂的顏色啦 但是紅色的地方貼紙真的是很容易扣到 而且他這個蓋板也很容易鬆脫 算是一個少缺點吧 那跟DX版的比照一下 的確是半隻八兩 但是我會覺得 10網版的比例有稍微好 那麼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啦 當然轉到側面去就是半隻八兩 因為10網版少了一段折疊到後面啦 所以我看起來有點突兀 那轉到背面的話 10網版就是比較露齒一點 因為就少了蓋板折眼珠的 那總而言之我是非常喜歡的 因為他是完全辨識 關視這點就非常的棒 接下來是勇者之意 這是我們的主造 旋風是五人 那台灣叫做五少威 所駕駛的一台列車 那它的圓形是440的升降線 就一台灰色的列車 那看起來是蠻可愛的 因為非常的小台啦 那窗戶的貼紙我是貼藍色的 因為看起來比較明顯一點 它還有黑色的窗戶跟橘色的車窗可以貼 那看起來是因為動畫設定搞火車的樣子 車窗是藍色的 但是變成飛絲 車窗又變成了橘色 然後側面又變成了一條黑色 底盤也是收納的很飽滿啦 但是這個系列的火車好像都沒有輪子咧 因為合體後的肩膀沒有火車輪啦 跟DX版的火車比較一下外型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要變成成勇者之意的時候 就是非常的簡單把翅膀打開來 那小心一點 因為這個轉軸都比較脆弱一點 那兩邊的翅膀都把它打開來 這邊比較危險啦 底下的翅膀翻出來 然後後面的這個尾翅的地方 也翻出來之後 前面的地方再把它拉伸起來 那這個勇者之意呢就完成了 造型也是相當的可愛 那看起來就是一條火車 硬把它搞成飛機的感覺 是還不錯啦 就稍微看看就好了 那跟DX版的勇者之意比較一下 我會覺得SMP的翅膀的地方 懸飾的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多了後半部這個折疊的構造 接下來就是最帥的勇者之光車 死給 那它的造型呢 其實做的有點怪怪的 因為它的前半部做的比較短 比較小 但是它的後半部又做的比較肥大 那可能是為了知識人的比例吧 那跟DX版的勇者之光車比較一下 你就會聽得懂我在說什麼 因為DX版的勇者之光車做的比較漂亮 比較收藏 那如果SMP的車頭做大的話 那可能合體知識人的比例就不會漂亮了吧 看久了時時覺得還OK啦 看一下它的車頭就是魔法真是火車的火車頭 那前面有一個MG的標誌 那之前開單的時候 這個MG的標誌做的很醜 所以之後就修正了這個MG的標誌 我會覺得還OK吧 可能是設置時它前一天太敢攻了 那眼睛又太大沒有看到這個錯誤啦 但是它底下這塊裙甲的部位 是故意做成反過來裝的 那它的黑色朝上的原因是因為 動畫它又亂改顏色了 所以這一塊都是黑的 側面看起來有一點破綻啦 就是為了把這個腰部遮住 那看起來沒有遮得很全面啦 底下就是勇者之光車的火車輪 看起來是還不錯啦 也有真是火車最帥的這個紅色一條一條 帶動輪子轉動的棍子 當然比較奇怪的是 右邊這一大塊灰色的零件 沒錯它是為了還原動畫 側面這個超大的懸甲 可是這個懸甲的神裝 又跟勇者之光車側面 這個灰色零件對不上 所以這則中呢 以人形的造型為主吧 但是你是可以把這個灰色的零件拔掉的 所以換成凱因號小腿上的零件 那看起來造型就會比較正常一點 這是說明書沒有提到的啦 那後面呢這兩個蓋板如果有兩個NG的貼紙就好了 那這邊沒有還原有點可惜啦 可能是配合動畫吧 那這邊有兩個蓋板可以把它摳出來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替換的船頭藏在裡面 算是一個雙一的玩法啦 這不是正規的玩法啦 那它的後半部有一個雙段關節 要把它移到後面去 去延長這個尾巴的位置 那這個也是之後大合體會用到的功能喔 那這個樣子呢 車廂的位置就延長了 那就可以收納於這兩台列車 左邊是武哨威的勇者之翼 右邊就是凱因號 就是類似DX版的玩法啦 非常的精緻喔 那勇者之光車 車廂的背後呢 還有這個連結的零件可以把它轉出來 那這個蓋板呢 再把它折個90度之後 再整個提到前面去 然後輸這個連結的桿子 再轉個90度 那就可以接一些火車了 所以它之後可能還會出使它的勇者吧 不然就沒有火車可以接了 那我們都知道勇者特級機械人的頭是長到這個煙胸底下 但是它是靠一個蓋板把它遮掩起來啦 那你把蓋板把它摳開來之後 就可以看到這個特級勇者的頭長到裡面 那只是你把長耳朵換上去之後呢 它的頭部也是可以收納進去的 只是就會把耳朵露出來 你會發現煙囪的蓋板會蓋不太下去 但是我還可以接受啦 如果你要蓋下去的話 就是把這個煙囪的洞把它挖大一點 就可以實現完全變形了 首先呢背上的蓋板先把它全部拔掉 前面這個蓋板拔掉之後呢 轉個方向 再卡入這個卡嘴裡面 背後這兩條再把它凹到前面去 那這個零件呢 等一下就會收納到背包裡面 那勇者之光車的後半部呢 把它打開來之後 裡面這個小洞在收納凱因小腿上的零件 那另外一邊也是有的 那還有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左右兩邊這個灰色的零件 直接把它拔掉 那等一下會用到 那等一下會用到 那還有這兩塊零件呢 真的就是拔掉 那就用不到了 那這兩塊火車的美光劍呢 它是收納於勇者之光車這個小腿後方把它打開來 的後方這個洞裡 這邊稍微有一點難裝啊 但它至少有一個收納的地方 我會覺得還不錯啦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的收納位置 那前置作業大約就是這個樣子 稍微有點麻煩啊 那這個勇者之光車這個樣子看起來也是還可以看啊 那我平常可能就會這個樣子玩吧 因為插拔零件比較麻煩一點 當然那些插拔零件就是為了要把這個腰遮掩起來的 那這版的DX沒有這個腰身嘛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特質合體 Let's Mart Game 告訴你 我們振了一些的 建安 先祀 在街上 拿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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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 特質俑者啟動 你就是傳說中的俑者特質隊的特質俑者嗎 沒錯你猜對了 讓銀色之意再者失望 代表和平的綠燈亮齒吧 俑者特質隊的特質俑者 現在照預定的時間準時抵達了 合體完成特質俑者 使給了真的好帥的比例啊 那雖然身體看起來好像有點小 不過看久了就習慣了 因為之後跟凱撒大帝合體的話 身體還會加寬一圈嗎 腳底板正面的話是還好 不過側面來看就會有點粗了 不過還可以接受了 後面因為變形的關係就有一個大背包 我是還可以接受啦 但是它還是可以拔掉的 那這個卡準拔掉之後呢 就會露出這個噴射口 就像動畫一樣 而且你就會看到它是有後裙甲 而且背後有一個洞應該是插澡下用的 後面的裙甲也可以翻折開來 身體的正面呢 就是有完美的腰身所以相當的漂亮 那也可以往上抬 它是有一個雙重關節 往後折 往前 裙甲紅色的地方是貼紙 那貼紙很容易靠到 可以獨立可動 側裙甲也可以翻折出來 腿部就可以側抬達到90度 也有水平的旋轉 那因為是坐在中間 所以轉折的時候會比較稠一點 裙甲打開來之後 那它的髖關節有一個滑槽 那這個滑槽比較不會斷掉啦 但是它如果太鬆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之後的大合體 現在是還好 所以整個下體可以折到前面來 那等於它的腿就可以往前抬到這個程度 屍蓋彎需二重關節 所以可以折到超過90度 屍蓋的緩色鑽甲可以彎折 那有人會罵這個腳掌沒有還原 因為這個白色的沒有插到腳底板 那我覺得為了可動度做一點改變 應該是可以接受的啦 而且如果你真的覺得這邊空太多的話 你還是可以把它往下折一點 那看起來就會跟DX板會比較像 腿部側台是靠側面的這個單軸關節 那彎曲的時候會比較稠一點 那它最危險的關節就是它腳底板的這個雙重關節 那這是防止靈或者是沙子磨多一點啦 所以各位在彎曲的時候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那如果真的太緊了 這是打磨不然這是塗防止靈啦 那它是可以彎曲的到時候是可以擺出很多的動作 那它這個關節做在側面的原因 是因為你沒有收納這個火車的關節吧 就變成中間不能再塞關節了 可是如果關節做在擺設這一段呢 我會覺得應該也會蠻脆弱的吧 腳底板的接口就是大合體的伏筆啦 再沾上小腿後面的零件可以把它折下來 我們就可以想像無敵勇者的合體高度 大約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它的腳底板只有墊高一點點而已嘛 身體很帥就是勇者之光車的車頭啦 那還有一個MG的標誌 金漆的塗裝塗的還不錯啦 特質勇者最帥的就是它的火車肩膀 真的是非常的經典 甚至到了勇者王也是引用了列車頭 當作肩膀的設置 所以這個設置相當的經典 巧的是他們的主角身優又是同一個 而且都有加入姿勢等大戰過 那它的肩膀就是很多段的關節 那是比較危險一點 那這邊勾位轉開的時候 就是稍微小心一點啦 就是防釋領圖多一點 不然則是打磨打多一點 那側邊還可以整個側抬起來 上上它的手臂也可以側抬 所以可以彎曲到很高的幅度 那兩個肩膀的關節彎到前面之後 應該就可以雙手持劍了吧 手臂當然是可以360度旋轉 那二頭肌也可以旋轉 不過比較緊一點 手肘彎曲超過90度 但是還是要提一下它這個手臂的蓋板很鬆啦 試試一碰就掉了 所以你在彎曲手臂的時候 自得要壓住這一塊才能彎曲 不然的話它平常很容易就會彈出來 我有手汗 所以貼紙的地方也是被我摸到爛掉了 那之後可能會直接塗裝吧 手臂裝大悬頭其實是不正規的玩法 因為照理說它要完全變形是要裝那個小悬頭 我知道它是為了完全變形啦 可是小悬頭真的很醜 而且真的太小了 所以你當然可以換成這個手臂的美光劍 那它紅色的地方也是把你分好顏色了 然後你就會有一個完美比翼的特質勇者 真的是還不錯看 那美光手的手肘彎曲呢 一樣是超過90度 手腕有一個關節可以往內折 那它的旋頭是球型的關節可以旋轉 那這一塊紅色的零件呢也可以旋轉它 手肘方面有這個握武士的手 還有一對開掌手 還有一個食指伸長的手型 跟一個懸頭彎曲的手型 頭雕很帥有點類似列車長的帽子 那它雖然沒有頭式 可是它有兩個耳朵 所以也是蠻好看的 那它的耳朵可以換成這個很長的耳朵 也有為了完全變成的短耳朵 那實時短耳朵也還不錯看啊 那它還有一個嘴巴打開來的頭部 就是模擬合體的過程 那個伍稍微在裡面駕駛的樣子 但是我會覺得比較小事的就是 那你頭為什麼不乾脆把它做滿呢 做一半就是覺得有點省零件喔 那它的頭上有兩個綠燈塗裝也是蠻精緻的 額頭的金邊跟這個長的耳朵都有幫你上好顏色 可是短的耳朵就是塑膠成實色 頭是球型的關節所以可以轉動 但是耳朵蠻容易掉的 頭部後面這個凹槽應該是到時候接大合體的頭式啦 所以那我覺得到時候大合體還會再做一顆生的頭 動輪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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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勇者跟武少威吗 下次见面我一定会打倒你 谢谢你武少威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这把动轮件造型非常的帅势 那也有金色的涂装 但是它到底是金色还是银色呢 我知道了 因为能量提升之后 箭就会变成金色了 那我金色的地方 有一点涂装的啥事了 旁边这两块车轮也可以折点起来 就跟远柱一样有一个变成的功能 那可能有人想看跟DX版的比较 我是觉得两台都好看啦 因为各有千秋 但是我觉得SMP的身材 也更像动画里的样子哦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你喜欢的话 其实两台都可以买啦 而且SMP有做出这个白色的腰身啊 所以算是相当的帅势 那背后呢 SMP可以拔掉 所以背包会变得比较小一点 那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啦 日本人一定觉得很实惯 又不同监督 但是对台湾来说 它是属于台式的三部曲 因为大约是台湾播的第一部 然后才倒回去播太阳勇者 最后才播勇者特质 那之后勇者系列就变成中式在播 也就是皇之勇者跟勇者指察这两部 之后才是东森电影台播出的勇者玩啦 那接下来有时间的话 还会拍一部八部勇者直剪的影片 那也真的是太景点了 因为八个勇者终于凑时了 那今天这个SMP我是觉得做的还不错啦 虽然它的合体过程有一点啰嗦 不是那么的顺畅 但它合体后的比例真的是还不错看喔 那凯因的能使比例不好看 我是觉得还可以接受啦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小支 那除此之外呢 我是觉得做的还不错啦 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咯 谢谢各位收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